不是孙文 不是高空波 杜咒财落马 新任足协掌门人正式浮出水面 本京时间4月1日 愚人节不骗人 权威官媒宣布国家体育总局党股成员 副局长杜咒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特别注意的是 杜咒财的中国足协党委书记这个职称 根本都没有提 并且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直接规宣 不得不说 让本次中国足协的反腐风暴达到了新的高度 自从去年11月26日 前中国男足主角列李铁被查 到如今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杜咒财落马 在前后126年的时间里 中国足协前任 现任 落马的高层人数达到了9人 而杜咒财成为截止目前 中国足协被查处的最高级别官员 根据媒体人透露 3月11日是杜咒财的生日 按照正常的流程 杜咒财将会在3月份退休 然而在3月最后一周被安排去党校学习了 3月份的最后一天 就有多位媒体人暗示杜咒财已经落马 但是一直没有得到官宣 而在4月的第一天 也就是周六的上午 学为官媒官宣了杜咒财被查的消息 确实让人意想不到 而就是在周六的下午 中国足协临时通知加班 实属罕见 而要知道 在陈旭元 杜咒财等9位中国足协顶层高管相继落马之后 目前中国足协高层人士仅剩下4人 分别是中国足协副主席孙文 高文波 中国足协纪委书记严战和 中国足协常务顾秘书长何喜 此时此刻 由李铁引发的此轮中国足坛反腐风暴 确实足够猛烈 将中国足协基本上是一锅端了 此时或许有很多人认为 李铁应该减刑了 至少没有他当初厚的脸皮 拿中国足协向武汉足球俱乐部施压 追逃本不应该属于他的薪资 直接惹怒了武汉足球俱乐部的高层 于死网破之后 最终才有了如今的局面 不得不说 铁子是有功的 而此时或许很多人在思考一个问题 那就是目前中国足协的这种局面 谁说的算呢 或者说谁会成为未来中国足协的掌门人呢 其实很多人非常支持孙文 担任新任中国足协主席 无论是成绩还是人品 孙文都没得说 在球迷心中的口碑也是很好的 同时高翁波为人谦逊低调 也是一位比较务实的人 受到部分人的支持 然而从目前来看 孙文和高翁波二人 基本上不可能成为新任中国足协主席 首先目前中国足协出现几乎一国多的情况 而仅存人员上位的可能性极低 其次孙文和高翁波二人 业务能力还算可以 如果要给予实权 就不一定能够做得很好 而除了孙文和高翁波之外 目前足协纪委书记严正 与常务夫女长何喜二人就更不可能上位了 首先严战和作为足协纪委一把手 足协内部出现了如此大的事情 他难道能独善其身 而何喜从履历上看就更不可能了 之前知名媒体人冉雄飞就透露过 何喜是杜若财在田径时期的老部下 目前杜若财入马了 何喜目前没有被牵连已经是很不错了 被重用显然是不可能的 那么谁将会成为中国足协新的掌门人呢 即使阮雄飞在此前爆料杜若财 去党校学习的时候 当时阮雄飞说了一句 刘国勇见任足协党委书记的 郭英勋计划被推迟 从公开资料显示 刘国勇目前担任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 值得一提的是 刘国勇此前没有从事足球领域的热格经验 如果真的如此安排的话 希望中国足球不要再次重走老路了